欢迎来到陪你读录音讲要您好 我是唐玉玲 非常高兴跟大家在音频上见面 那我们上一章也谈到 种上种子要成就苗牙 要开花要结果 这里面还包括说 勉励我们要精进不懈 要不要退转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思想 所以直章也说 这个要信道要赌 值得要红 就是对道要有信心 而且通往道的智慧力 要不断地培养 要不断地从事 当然这是在你自己的这一方面 你要有这些的能耐 这些的志向 这个元件 但外缘的条件 当然也要具备这些私有 这些环境 这些贵人 这些机运 所以人生的成功 是要多面向的组合 才有一个圆满的结果 那孔子也是这样的人 这是我们可以想象 孔子就是一个有志于学的 而且能够贤者自其大 不贤者自其小 就是他能够去参访各类的善知识 那再来有一个使运 让他能够做 鲁国的这个中都宰 是空是寇 并且带着弟子周游列国去历练 所以这外在的历练 也是非常的重要 最后内在的这个充实 跟外在的考验 让他到七十重行所欲 不予举的人生圆满绝果 是这一章最好的注解 这附带补充一下 那我们接着来说到说 年轻人 不要小看年轻人 正处于年轻的人 要好好把握自己 这个可贵的生命时光 那到老的时候 能够成就的条件 已经很少了 虽然很有例外 到老的也要好好的自我勉励 那老人呢 对这个年轻的后劲 也要刮目相看 要寄予厚望 不能随便小看年轻人 这是人情世故的一个经验阅历 那这一章呢 是直函篇的第二十三章 直曰 后生可畏 厌之来者之不如今也 四时五时而问焉 失意不足 畏也矣 那孔子说啊 后生可畏 这个后生呢 就是年轻人 大概二十岁以前的年轻人 那这个 他们呢 体力强 这个记忆力强 根力强 就是耳聪慕名 叫根力强 身体壮 累了 但是休息一下 就会解除疲劳 白天呢 做得很辛苦 晚上睡一睡 第二天呢 又荣光光滑 老人不行 老人呢 是这个肩膀痠痛 腰痠背痛 这个 操劳一阵子 补三天眠 都补不回来 老人跟年轻人的身体状况 差很多 根力差很多 体力差很多 记性差很多 那因为这个体力强盛 带来了坚固的心智 年轻人有 老人也比较没有 那这个古人呢 叫做二十以上的 就是成人了 三十以上就能办事了 四十以上能独当一面了 五十以上就要准备交棒了 当然现在养生之道很好 水质 空气 阳光都不错 可能年龄可以往后延一些 但是不管怎么样 年纪老了 上了年纪 你再成永都不行的 你的身体好 你也不会好过年轻人 你既然保养得当 你也未必赢过年轻人 所以孔子说 后生可畏 就是不要小看 为什么不要小看 因为他来日方长 那他只要有这个 好的体力耐力 有好的学习 再加上前面那一章 讲的这些机遇 叫做 燕之来者之不如今也 燕之就是安之何之 哪里之道 来者就是后生 后生就是后生小子 不如我们 孔子讲我们大家 就是已经活到这里了 那不如今也 就是朱子说是 燕之后生 不如我孔子 其实他不是 他是贩子说 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人 你要前后对比 你才知道 古人有个谚语 很有趣 他说 宁可欺负白虚公 就是头发扶须都白 莫欺少年穷 你不要欺欺五 那个少年贫困的 像炎回这样 因为他们都有 出人头地的时候 你宁可欺负老头 你不要欺负年轻人 当然这是 这是谚语 就是说 这个计划不是叫 你欺负老头 而是叫你要 重视年轻人 那有人说 这一章是 孔子祥恢复周理 但是他知道 体力不足 他寄望后者 后学之地 其实不是 不是 没有这张子是贩子 到现在也适用 尤其这个后生 你像炎回这种后生 文艺之时的后生 孔子都说 福如也 你不要说 这个炎回这种 文艺之时 你就算生也鲁的 这种人 经过他 人一能知几百知 人十能知几千知 就不断地切磋琢磨 不断地充实自己 他也变成一个 倾向之财 所以你不要欺负 那年轻人 这些又穷又困顿的 又笨的 又不开窍 你不要小看他 但是下面又讲到说 四十五十而无问言 假如到四十岁跟五十岁 没有名声可闻 这个无问 要读问 不能读文 人家说那个音 就是承载易礼的 你不同的音 就有不同的解释 那你如果读成文的话 就是四十五十 还没听到 那还没有学到 还没有听到 那就不足为 他不是 他是没有这个名声 没有这个名声 代表是什么 你有这个名声 代表是你有一个事工 你求学学有所成 你做事也有所成 人家听到你的名号 这个无问言 人家说 君子极末世 而名不称言 极他死的时候 名声没有被称阳 名不称言 是名不腐蚀 那固然不对 不需要 也不可以 可是名不称言 名声没有被称阳 那一章可以来做 这一章的注解 所以我们常说 论语怎么样 论语可以用前后句看 他有没有通顺 第二个 以经解经 有用其他的论语的 这个条目来证明这一章 还有呢 你也必须慎险注解 注解不合理的 你都要去除 不论他是大儒 那看法不对的时候 你都必须去除 做学问是要很严格的 学工老师也说 三四十岁 如果古人 就是三十岁以上 大概就不学义了 就是你再怎么学义 你学不了这个义 好比说 你看那个厨师 大厨他都是从小 学徒这样学上来的 你到三十岁 你还没学 三四十才开始学 你大概学不成 像写书法 或是跨国画 都是年轻来学 像江老师 你看年纪轻轻的 体力很强盛 每天做画 到故宫去临摹 回到家里面去背 背画 那个几十年摸下来 那当然是 很可观的一个大家 三十四十以后 这种扎实的工夫 做不来 学义 大概就没有办法了 那学到都一样 所以告诉我们说 不要戳脱于岁月 不要忙于世俗 不要懦弱的 不肯往前进 那真的 礼记的学记上面说 时过然后学 则勤苦而难成 就是你年纪轻轻 被你用完了 消耗完了 你再来好好的学 勤苦而难成 你用的力量很够 你也不会成功 所以这跟孔子讲的 这话有道理的 那你会说有例外 像那个高士 唐朝诗人高士 他四十岁以后 他师才成名 或者江太公 八十岁 他才开始成名 可是他们都是 从小扎梗上来 只是成名的晚一点而已 不是这里所讲的是说 戳脱岁月 四十五十还乏上可乘 那那个人就不足位也已 这就是庸俗之人 那为什么呢 因为到四五十的时候 体力渐衰了 精神不济了 意志力不能集中了 就算现在保养得好 往后延歇 也一样 就是年纪勤不学 到年纪大了 你要再扎根学习 没有办法的 那才会说 大雨洗寸音 无备当洗分音 大雨珍惜一天 哪怕是小小的时间 都很珍惜那一段的时间 一点点一点点的时间会用 就是一层片的时间会用 一层片的时间会用 就是一个人生会用 所以要训练自己 要训练自己怎么 你知道 有一种叫牵引力 就是每天起床的时候 一定要明确地告诉自己 今天要干什么 要怎么充实自己 要怎么去历练自己 要怎么去做重要的 不紧急的 而不是忙于世俗 忙于不重要的 不紧急的 不重要的紧急的 那些不重要的 不要去忙于他 有的人 他六七十能问焉 那是属于大器晚成 大器晚成也可以的 大器晚成 那都是小时候的培养 一般都是四十五十 他就有可以成名的地方 就像孔子 在二十岁的时候 这个鲁昭公就懂得 送鲤鱼来 祝贺孔子生小孩 到孔子这个 三十五岁的时候 你看他到齐国去的时候 齐景公就想要请孔子 当宰相 他的位界在 鲁国的继孙大夫 跟孟孙大夫之间 你看只有三十五岁 还没到四十五岁 名气就可以让齐景公 这个能够听闻而佩服 而享重用 所以孔子自己讲 发愤忘时 乐意忘忧 不知老子将至云儿 很快的时间就过了 所以学贵不思时 不思时就是不要失去时机 意思是说要趁年轻 所以君子爱日 就每天都很珍惜 每天的时间 那这一章里面来 雪公老师有讲个蛮有趣的 说你读完这一章 你要知道是年轻的人 要懂得珍惜你的青春 那是年纪老的 你要好好的栽培年轻人 或者是说你对年轻人 你不要小看 但这一章里面可以隐身什么 比如说他卧老了怎么办 老了也不能说卧老了 反正已经老了 那就算了 就破碗破罐就给他破摔 不是这样 老了再学 这个虽然为时有点晚了 但是还屏足夜游 像晚上的灯火一样 还是可以用的 还是可以好好的充实自己的 人家说古人 驱礼上面说 二十岁的时候是官 官就是成人 体力最强 开始三十到壮壮年的时候 四十强势 心力很强 能够承担一面 五十的时候开始就是爱 爱就是头发像爱草一样 就黑白相间 七十就古来袭 就算现在七十很容易活 八十很容易 九十也很容易 但是体力衰败是一个事实 而且你这个时候想要像年轻这样用功 纵然你年纪大人体力很好 你都不能像年轻人这样 用上功 用上体力 心力 根力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那像生孩子也是这样 你看比如说 四十五子晃一晃 就四十岁没有孩子 晃一晃还可以 五十没子 五子忘 五十岁还没有儿子 大概就没子忘了 可见那种生理 你可以生小孩的年龄 都要在五十岁以前 都要好好的生的 那这一章里面 其实告诉我们的是 很多人生的哲理 就是说 你对年轻人 你要寄予厚望 哪怕他是让你看起来不起眼 你都不能小看 这一章里面 所以为什么孔子栽培这些人 像高采 真生 这些鲁钝之人 鱼子之人 孔子都愿意栽培 或者像谭台妹妹 貌很丑陋的人 孔子本来原先是小看 后面才说 以貌取人 师之之语 可见的厚生可畏 所以栽培年轻人 是很重要的 在年轻人 也必须要好好的 看重自己 尊重己灵 到老的时候 也要好好的 秉足业游 好好的珍惜 最后的光阴 珍惜夕阳西夏的时候 做一个人生最好 最圆满的结局 那也是不失 这个可贵的人生 好 那以上是这一章的大义 谢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集再会